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们看看这个作品,给你感觉是不是有点像荷花的叶子 这个村法我们叫做荷叶村 我们现在开始研究山石村法中的荷叶村村法 荷叶村是用来表现土山纹理的脉络 一种村法 画的时候用中风用力 像荷叶,像荷叶脉一样 自上耳效 顺风 画出山鸾 古脉 山人文的古脉 冰暗 线条要突出山式 山的气势 一般荷叶村 它的颜色一般都是画小青绿 因为它的村只画出山的脉络 用色一般都是用小青绿说法来表现 山顶上一般用石、青、山腰多用这个桌标、这个石、石、青、石绿来分层色 这是荷叶村 应该要注意的用笔、色色、手法 下面我们看看 什么用笔 中风用笔 我们看一看 中风用笔 中风用笔 从山上开始画 中风用笔 松叶村 中风用笔 从山上开始画出山最后 矿 tail 中风用笔 在地学画出山 头 中风用笔 高下 和 感谢观看 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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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有個黑衣服 是否有個黑衣服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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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